大量的观光客在元旦假期来到花莲游玩 凤林景分局为了确保连续假期的交通顺畅 让民众能够顺利的旅游 特别针对辖区内容易拥塞的路段和观光景点 进行了交通疏导 由凤林分局的分局长林坤达亲自到各个路段来协调都岛 而花莲县的其他观光景点到目前为止 也都能够维持交通的顺畅 凤林分局辖区共有台九县台十一县两条省道 目前台九县万里溪桥因为桥梁改建工程持续进行中 连续降旗台十一新峰隧道南端天空步道 以往就是一塞路段 不过今天的车流顺畅 车速并可维持在60公里 那元旦年假期间本分局在辖内观光景点及易庸设路段 均有编排警力加强交通疏导 其中台十一线天空步道风景区 出路口因紧临新峰隧道南端出口 为了减少交通事故发生 北上车辆可以直接右转进入沿区 南下车辆为了避免左转影响正常车流 甚至发生车漏请用路人继续往南行驶 大约500到800公尺 在路幅较关没有禁止违转的路段 在违转北上进入沿区 以维护行车安全 台水线四十一开心峰隧道南端 天空步道入口等边排交管兽 定点疏导与机车巡逻 遇到交通阻塞地及疏导人车 而台八线九驱动随道目前车行上通 只是在台八线180.3公里稍早发生边坡落实 远景到场之后发现现场落实不断 避免车辆被击中 除了进行交管 也通知公路局公断人员到场清理 直到十点多清除完成并且放行东西向车辆的通行 记者综合报道